日本的这个唐吉柯德不知道台湾展店吗 但是呢这个差不多基安的殿堂 就是很便宜的意思嘛 薪水也很便宜哦 看到他们贴出来的征才广告哦 就说是不是东西卖太便宜不太赚钱 怎么薪水给那么低 大业十个小时哦 一个月的薪水才两万六千块钱 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去比较了 说都是大业班通常薪水要高一点吧 你看同业像小北百货 大业班的话会将近三万块哦 另外加勒福大业班有三万三千块钱左右 然后呢唐吉柯德就解释说 没有这个叫底薪 他们还有津贴 他说津贴有三百块 所以呢如果通账上去的话 哦可以有三万二 没有真的很基安 没有真的很廉价 但是呢还是让大家觉得说 嗯这不是外伤 外伤不是应该薪水高一点吗 那当然就是随便啊 你可以不要去工作嘛 那但是呢 你不要去找这样的工作的话 你工作好不好找呢 2020年台湾的失业率有3.85% 这是四年来的新高 但是呢因为2020年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呢这个你放到世界上去 我们算还好 因为呢像美国失业率报告啊 很多先进国家 他们失业率是很高的 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 非农就业呢 其实也蛮低落的 就我们的失业率 其实刚看到景气灯号是蛮好的嘛 但是唯独是在就业这个部分 景气灯号依旧是不太好的蓝灯 那么甚至呢 还有人很形容说 是因为有很多 躲疫情回到台湾来的 一些海归的青年们 那这些海归族呢 回到台湾之后呢 就跟着抢饭碗了 所以呢 他们本来都在国外工作嘛 现在通过回来了 所以工作变得僧多粥少了 才会出现这个失业率 还在往上涨 往上攀升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这个就是 在这个国内整体的一个 失业率的一个表现了 那回头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日本的一个连锁卖场 唐吉柯德 盛大开幕 但是呢薪资太低 引发的争议 购物栏里满满战利品 让结账店员各个忙翻了 后面还有常常人楼 现在网络真人 夜班全职收银 从晚上十点上到早上八点 起薪两万六 让不少网友 惊呼真的连薪水 都是基安等级 还蛮少的耶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好乐迪上班就三万二了 而且是四年前的事 而且他们的生意还蛮好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 他们员工蛮辛苦的 大夜班应该要四万块以上吧 不然谁要去做啦 补照忧郁劳基法的这个薪水 而且再加上就是大夜班 应该有些补贴嘛 所以应该 其实对比来讲 应该是要有些 相关的薪水的调整这样 比一比求职网上 同样是大夜班 加了辅落在三万二到三万三 成品两万五到三万 另外超商龙头 也有约三万五千元 小北百货也有两万九以上 这个价钱还是取决于 他第一个他上班的时间 人家也可以适度的 把他们应有的福利 给予员工的待遇 也适度的可以做个揭露 唐吉赫德在网上著名 提供夜班津贴 依当月出勤天数 每天三百元 等于起薪两万六 再加上上班天数 也有三万两千元 而且强调 全勤奖金是同业最优 日商来台差其拓点 薪资意外曝光 三选林家荣离听他不懂